各位朋友大家好 现在已经是到了6月了 你要是从农业的角度去看问题 现在是该收粮食了 或者说已经收完了 在我这边我周边那些田地专家地里 那些小麦都已经是丰收了 已经都收割完了 那么在国内今年是什么情况 我看到的新闻是 今年这些农作物是普遍的减产 老百姓也开始囤粮了 这跟我半年多前几前的预测就对应上了 当然我是在推特上看到这些消息 我为了我为了印证这个消息是否真实 我还在谷歌上去搜索一下 关于今年国内的一些农业的情况 确实存在了一些减产 其实价格本来就很便宜了 一斤也就是一块钱左右 两斤一公斤是两世斤 有一公斤也就两块钱左右 这老百姓种粮是能赚多少钱 再加上今年的瘟疫 多少导致了农业减产 因为这个社会运作 它受到了一定的停滞 它也是不可避免的导致了农业的减产 那么现在农民他就有一种吸收心理 如果种粮食 吸引古苦种出来的粮食 我卖不上价格 我卖不上价格 然后产量又不多 我干脆我就留着 我不卖了 我就自己留着吃了 现在的农民真的是吸收 或者说不受 把粮食都囤着 简单来说就是囤粮 有一种危机意识了 这下好了不用我就提醒了 他们自己开始有这种意识了 现在再回想起来 半年多前我开始第一次做这种粮食预警 囤粮的节目的时候 当时的我 我不是从一个什么农业的角度 从一个气候的角度 去推测出农业减产 这么一个结果 我不是从一个贸易战的角度 国际博弈的角度 去看到这么一个事情 我觉得将来肯定会出现一些粮食上的一些危机 然后导致国内一定程度的可能会发生饥荒 然后就号召大家吞粮 那段时间被骂惨了 你看到留言区底下 很多人都不屑一顾 很多人认为我是天方夜谭 然后骂的各种难听的话都有 其实那些人我也不怪他们 很多人都是生活在城市里面 他们这种事业空间是有限 他们分析思考问题的能力也有限 目光短浅 他们看到了超市里 小卖部里 粮油店堆的满满的粮食 他们可能就觉得怎么可能发生饥荒 不可能的 你这个危言耸听 唯恐天下不乱 海外缓伐势力 然后什么汉奸自狗卖国贼这些 就不说 总之以前做这个节目没备熟 回过头来再看看今年 现在都已经是半年多过去了 都大半年了 发生了太多的事情 有越来越多的这种信息 一综合一比较一分析 然后就会发现 其实粮食危机正在发生 然后这种农业减产也在发生 老百姓也一定程度的开始了 自发性的同量 不用我去提醒他了 之前的节目我曾经说过一些失业的人口 我说那些失业的人 他们不会去反共的 他们不会因为自己找不到工作了 因为自己失业了 因为自己吃不上饭了 是吧 他们就把这个责任归结于共产党 他们就去反共 去游行 不可能的 这些失业的人 他们不可能因为自己没工作 吃不上饭去游行 那在同一个农民的角度来说 农民他们也不会反共 农民他们就是有一口饭吃就行 他们也不会因为自己的庄家地理 因为天灾了 因为虫害了 农业减产了 或者说是什么水淹了 绝收了 他们不会把这些原因都归结为共产党 都归结于政府职能的失效 他们的思维能力 也不会想象到这个层面 但是他们从一个最直接的角度来说 如果说农业减产了 我种的粮食太少了 我卖不上价格了 那么我就要囤粮 我就要留着自己吃 留着给我的家人吃 是他们自己的反应 那么这些农民开始囤粮的时候 事情会继续朝哪个方向去发展呢 首先粮食的价格会持续的走高 就是说在市场终端 城市人去买粮食 去买这些基础的 这些米面油 这些产品价格会高 别看这个市场的收购价格 是一斤才一块多钱 那是被垄断的 中国的这种粮食 它不是一个公开的开放的市场 它是一个垄断的市场 各个城市都有什么粮食局 粮食库 是他们在搞这一块 粮食价格多少钱 是他们说的错 它不是受市场波动的 就是说农民 他想要卖自己的粮食 没有一个成熟的渠道 直接去卖给那些城里人 去建立这么一个供需关系 必须中间经过政府去捣一把手 让政府咽过八毛去赚一笔钱 赚很多钱 然后再投放到市场 你看看投放到市场里的粮食 米面油 你看看价格涨多少 收购价格是一块钱一斤 那么你在超市里买的那些米 那些面 多少钱一斤 你自己算算 这钱是被谁赚了 被政府赚了 被他们咽过八毛了 说到这儿肯定有人要拿事实来打我脸 他说你胡说八道 现在的粮食市场已经全面市场化了 卖粮食想卖给谁 农民说的算 而我是经过翻查了一些农业的论文资料以后 我告诉大家 中国的粮食产业链里 不管说是收粮环节还是加工环节的那些个体或者企业 要么是政府自己压开的 要么就是政府的代理人 至于说完全市场化 那就是扯淡 我这里做一个补充 节目继续 如果说农民他们不愿意去卖粮食了 他说我这个粮食不够吃 我自己吃 那么政府他采购到的主粮就会减少 再投入到市场上面去 价格就会走高 而且中国在粮食这一块 他也是造假的 你比方说我前一段时间我去中国店 我去买了一包泰国香米 上面写的是泰国香米 底下的字 它也是一些泰文的字 买完了之后一闻很香很香 价格也挺贵 比普通的米价格得贵了一倍 但是一煮出来 我吃感觉不对 这个味道跟我以前吃的正宗的泰国香米 味道差了很多 我老婆说这个米太难吃了 然后吃吃就不吃了 后来我仔细想 我想明白了 这个米它就是中国的米 然后它往里掺了一些香精 然后它换了一个包装 说这是泰国米 你闻着很香 但是你吃着口感 那就是中国米 但是它的价格卖的非常贵 赚了好几倍 这就是米它也在造假 当然米的造假 我指的是那种厂商层面 至于政府有多少参与其中 有没有人去举报 说这个米它假了 你政府查一查 有没有人去举报 有没有人去查 那些政府的部门 什么工商税务 什么消防安全卫生 天天查来查去 像这种315的 这种打假的 你有没有去查一查 这个米的问题 扯了就有点多了 我的意思是 就是在经济链条里边 所有的元素 都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都是互相有联系的 如果农民他不愿意卖米 政府他收不到米 然后价格它搞得非常高 那些老百姓 那些城市人民 他们的生活成本 也会随之增加 以前100块钱能买多少米 我现在100块钱能买多少米 少买了多少米 我每月的生活支出 又得多出来多少钱 在民间 人民的这种消费能力 又是进一步的萎缩 那么内需这一块 就无法去刺激经济的发展 从经济学的角度去看问题 一个国家的GDP 是由消费投资 政府采购 还有那种贸易顺差 这四点是构成了国家的GDP 在任何一个健康的国家 消费这一块是最大的 就是人民自己去推动 经济的发展 所占的比例是最大的 而中国以往的这种GDP结构 就是特别的依赖贸易顺差 就是特别的依赖外贸 那么现在你看看外贸 该撤都已经撤了 撤的差不多了 没撤的还有很多是加紧不乏 再赶紧撤离中国 以后通过贸易顺差这一块 能够赚取的外汇是越来越少了 共产党的这种外汇储备 也是一天天的越来越少 外汇这一块不行了 那也说从消费领域去刺激经济 那也是在持续的萎缩 那再换个角度去看农业 一个正常国家 它的主流的产业模式 第一都是农业 第二是工业 第三才是什么 第三产业服务业 或者说是互联网 高科技行业 那都是排在最后的 排在第一位的 妥妥的就是农业 农业出现了问题 其他的所有行业都要出现问题 除非是一些小的国家 他们有着得天独厚的一些自己的自身优势 要么有石油 要么旅游资源丰富 要么这种海洋渔业资源丰富 他们不依赖农业 这是另外一种现象 但是对于中国这个国家 是特别的依赖农业的 农业要是出现了问题 其他的所有的产业都要出现问题 会出现大问题 那么政府他们怎么去看待农民囤粮呢 我觉得政府他会采取一定的强制措施 就是说农民他想囤 但是政府他不让你囤 我强制收购 说你家里你存多少粮食就违法 反正违法不违法 那是我政府说的算 采取一些强制性的增粮措施 价格是我控制的 我掌握定价权 我强制性的收购 这种事情在历史上不是没有发生过 那时候在三年大饥荒的时候 把农民家的种子都给收过去 那几年的茅台 现在是卖到天价 就是说你老百姓可以饿死 但是茅台工厂是不能停 这个酒还是要生产 这些中共的高层还是要吃喝享受 不仅吃喝享受 还要持续的外援 那时候把这些生猪大米 农副产品都卖给苏联 现在也是持续的撒币 卖给那些非洲第三世界的国家 凝郁酒帮不与加弩 这从一个农业的角度扯的又有点远了 不管是城市里的普通市民 还是农村那些种植粮食的农民 他们都是食物量的最底层 城市里的人失业了 他们不会想着去反对共产党的统治 农民他田地都还绝收了 他们也不会去反对共产党的统治 我说大部分他们都不会 他们的思维能力导向 不会产生这么一个结果 但是反过来对于老共来说 你城市里的失业人口 你这个农村农业减产 你这个老百姓开始囤粮食 对于我共产党的统治 那是造成了极大的威胁的 他们会从维稳的角度去考虑问题 他们会从维稳的角度说 你们去搞地台经济吧 给自己找点事做 他们也会从维稳的角度 去从农民的手里强制性收购 强制性的低价收购 把你的粮食抢走 目的就是一个维稳 这次也是不用我提醒了 国内的很多人开始 已经自发性的囤粮了 这是件好事 人都是自私的 人都应该先去考虑 自己和自己的家庭 能不能吃上饭 其次才是向这个社会 去输送一些产品商品 农夫产品 而且像这种农业减产 农民囤粮会到一个什么程度 这还真不好说 2020年有很多事情还在发生 现在国内又到了汛期 开始不断的下暴雨 它对于农业这一块影响是非常大的 那么现在除了小麦 还有其他的农作物 又会造成哪些影响 又会造成哪些损失 咱们只能说是走一步看一步了 出了什么事 咱们就去说什么事 没关注我的朋友 可以点击一个订阅 喜欢我的朋友们 在自己能力范围之内 也可以去加入会员 适当的给我一些支持 好 咱们今天的节目 就说到这里 咱们下期再见 咱们下期再见